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文艺细胞 盖不住了 男人作为父亲在年轻的时候 应该像山一样 让孩子觉得有安全感 让他仰望你 扩核 实际呢 很多孩子都是在一次一次的绝望当中 意识到他爹是个普通人 所以你得努力才行 然后当你干不动的时候 年迈的时候 你坐下来要像一本书一样 有可读性 不管这儿子女儿有走多远 他愿意回来之后干嘛 爸聊聊呗 想跟你聊天 因为他觉得你是他真正的人生的智慧导师 你太明白他那个路了 因为你走过 你思考过 尝试过 不断地去探索过 你也失败过 也受过委屈 也有过迷茫 你知道他那个状态 你又爱他 你又不点破他 你只是点点他 引导他 说个别的什么事 让这个孩子一起发 这孩子就有智慧了 爸我知道了 然后继续前行 是吧 这叫踩着你的肩膀往前走 第三步 是你不在了 谁都不愿意陪孩子一辈子的 做父母的 我也不愿意 我希望我的孩子走得比我更远 活得更长久 是吧 所以我父亲的应该是 走了以后 在儿子的心里 或者在女儿的心里 应该是一条路 看不到尽头的一条路 每次遇到问题 孩子就会想 因为他没法找你 你不在了 他就会去想 如果是我的爸爸 他会怎么做 如果是我的父亲 他会遇到这个事情的话 他会怎么想 然后他只要这样一假设 他就会想到应该怎么做 因为这么多年的养育 对话 他已经具备了 你的人生观 价值观 跟思维方式 这个才叫真正的 你的生命得以延续 一个小圆圆 这圆圆是女孩 不能拿圆圆举例子 是吧 一个小俊杰 继续活在人世间 一定能够取得 比俊杰更好的成绩 同意吧 这是真正父亲要干的事 这是头两天 我看到那个 就是麦当劳 我们吃饭嘛 要先北京太堵车 先到那个讲课的地方 然后在那个 那个讲课的地方 让父亲找个赤子 对付一下早餐就行了 我就见到的 亲身见到的一个 就在我隔壁桌 靠窗的一个位置上 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儿子 排队买 他们在我前面 那儿子不知道要买什么 爸爸就问 你想吃什么 我想要这个 指的是一个玩具 就马上要上课了 旁边是个学校 爸爸问的是 你要吃什么 他说我要这个 最后爸爸没办法了 就选了一个 自己帮着儿子 选了一个套餐 就是父母太勤快了 总是给孩子要的 孩子就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了 然后宴完之后 就坐在那儿 孩子呢就是 爸爸给端到那儿菜 吃吧 孩子手上就拿着那个玩具 一直在玩 他爸爸不吃饭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说 拿过来赶紧吃 小孩 我再玩一会儿嘛 再玩一会儿嘛 先吃吃完再玩 小孩不吃 行再玩五分钟 就是玩着这五分钟 他爹就感觉好焦虑啊 可能没到五分钟 还是过来五分钟 又躲过来赶紧吃 小孩说 我玩着边玩边吃吧 就是我说完那个 说的那个场景 你们能想象到吧 这样的爸爸 全国到处都是 这个事情应该是爸爸来做嘛 当然可以是是吧 但这个教育的这个过程 怎么样一过来 根本就不像爸爸干的事 爸爸应该怎么干 有一本书叫孩子逗号挑战 是儿童心理学奠基之作 就讲过 这不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也在学习 我这是分享给大家 要用自然逻辑教育孩子 而不是逻辑结果教育孩子 那什么叫自然结果呢 就是如果不吃饭 自然结果 自然而然应该怎么办 不吃饭就饿嘛 是吧 不吃就不吃呗 你不吃 不吃我吃 吃完 到上学吧 玩具带 那你就带小玩去 这个才是爸爸的教育方式 饿死 饿一个能饿死吗 一天都饿不死 三天也饿不死 顶多饿晕了 是吧 一吃 吃点葡萄草就回来了 饿不死的 很像一个不懂教育的女人 在教育 我就在看那是男的呀 怎么这么大孩子 因为你反正 那孩子就觉得 反正你着急我吃不吃 我就不着急了 我就不吃 反正你吃到会喂 我真的连C在喂 最后帮着孩子背着包 走走走走 就一路拉一路推嗓了 小孩就是眼里只有那个玩具 那小孩人在麦当劳 眼里只有玩具 我说明白那个状态了吗 所以那就不是一个好父亲 我们为什么讲到父亲了 我们说回来 就是你不经历自己这样一个过程 你不可能了解别人那个状态 所以这是第四步 叫知他的过程 了解每一个人的情绪状态 然后才能谈到最高境界 情商高手 共情的状态 就是我能够影响你 说服你 你这时候不在状态 我通过跟你的对话也好 安抚也好 能让你马上更快地 切换好的状态 投入工作 这个当然就更有生产力 所有的管理的都要修这样一门课 这个五个通关游戏是必须通过的